全新一代的 Honda Civic F1 终于在马来西亚正式发布 新车总共有三个等级 那么这款车有什么特别呢? 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这款车的五个主要卖电 来看看吧! 第一点 涡轮增加引擎 这一代的 Honda Civic 全池器都搭载了 1.5L 的 VTEC Turbo 引擎 取消了上一代的 1.8L 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跟中国还有美国版本一样是 182PS 峰值扭力表现 240 Nm 比起邻国泰国的 177PS 还要高 同时原厂也宣称 这个引擎还有这个变速箱都经过了特别的优化 因此这辆车的中段加速表现会更出色 官方公布的 0-100 加速分别是 8.3 秒 8.4 秒和 8.5 秒 根据不同的车型加速表现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第二个卖点 Honda Sensing 虽然说上一代车型已经有 Honda Sensing 了 但是这一代 Honda Sensing 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也就是说你买到 E 版本的话都有这个 Honda Sensing 而且这个 Honda Sensing 也做出了更新 包括了采用这个镜头范围更广角的镜头 让你可以侦测到更多实时的路况 而且主动式定速巡弹和 Stop & Go 的功能也没有缺席 所以不管你买到什么版本的 Civic 你的生命价值都是一样安全的 因为 Civic 都照顾得到 第三个卖点 实用性 大家可以看到作为一辆 Sensing 的房车 它的尾箱空间是非常的深非常的大 而且平整度也很好 这意味着你可以放不少东西 行李 你的家人要出游或者去买东西 它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而且重点是 它的后椅背还支援六四分离的椅背倾倒 所以 如果真的在周末去一下 Ikea 买一下厨的话 这个尾箱空间基本上还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 第四个卖点 内装质感的升级 上一代的 Civic 很多消费者表示他们的内装质感收受 但是这一代的车型 你去展示听看一定会惊艳到你 这个质感设计进步非常的大 还有这个风潮式的冷气出风口 让你很有复古的感觉 重点是大家可以听听这个声音 非常的清脆 非常的有质感 至于剩下的地方 有很多的置物空间 然后这个排档杆的质感同样的也非常的好 驾驶模式前换键 电子手刹车 还有非常大的中央扶手 重点是这一次 Honda 为这款车导入了 氛围灯的设计 所以整个内装看下去真的是赏心悦目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半数位的仪表 虽然不像是上一代的车型那么炫目 但是这个设计让你非常的清晰 可以看到车子的一切细节 总而言之 这个内装质感已经逼近了C segment最强 第五个卖点 就是这辆车的驾驶体验 比起 Honda Civic FC 加强不少 大家想不想看我们试驾分享 走 我们现在就去看 OK啦 现在我们去试驾这一个全新的 Honda Civic F1 F1 right? F1, yes 我真的安静很多 是 真的安静很多 我第一个印象是MVH unfollow right? Yes, just follow 这个隔音真的好很多叻 如果是跟这个FC比的话 FC因为它的底盘也有时候 叮叮叮叮叮 这个车比较solid啦我觉得 全部是比较solid 你转动这个车比较穿车的时 你可以感觉到整个感觉是不一样去 这个声音 然后引擎的声音其实 近很多 OK, whenever you're ready, full throttle until turn 11 OK OK So, just remember this feeling Yah Yep Oh OK, slow down Yep Oh,这个底盘真的很solid Oh Yep 然后它的这个steering的指向比起 Fc 的话清晰很多 Slow down We are going to for slalom first Yep, just go in between the cord 然后... Slarum 约40kmh 从哪吨书? 两个... 现在我们做这个Slarum试 然后 ... 我的Slarum技巧是我旁边这位师傅教我的 OK 能够 先记住感觉 OK 继续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感觉吗 它虽然它在弯道的时候 它这个侧倾会有 可是就是你很有信心 它整辆车这个底盘 它的sufficiency是真的是hold得住的 哦这个真的是有surprise的啊 suffering 哦现在120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120 130它的这个声音 引擎声跟这个底盘啊 等等的隔音 还是一样出色 因为这个引擎声浪是大可是不会倒吵 就是你听了会烦的那种 反正觉得这个引擎的声音 听了很爽 brake no need to stop right brake now need to stop brake now need to stop 我感觉我很爽 现在 因为这个真的跟我印象中 CVX应该要有的表现差很远 一辈是很远 差很远耶 是 你看这个方向盘的这个指向 然后你看这个sufficiency的tuning 然后再听这个底盘的跟这个engine的那个firewall的隔音 -OK,靠左,靠左,靠左 -OK,去 -好,我把我部阻挡 -来,我现在10tall speed -OK,这条线没有上,但是 -540 -550 -停,停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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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这边,这边? -是,正确 -OK,靠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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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靠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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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现在真的是稍微这样子加一下之后 -真的是觉得 -这个sibix 会是我的菜啊,怎么办 -我原本很爱massagery的 -可是现在这个sibix的感觉给我,我觉得我想跑起massagery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这个是真心吗?这个不是 -这个真的真心 -真的真的 -整个感觉很premium -它好像那种 -有好像continental的feel -欧洲车才给人家那种很solid的底盘的感觉 -然后整个steading的转向 -连steading的转向它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这个才是我觉得很surprise的地方 -OK,真的是不用讲太多了,我觉得 -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这辆车应该已经安静了 -所以你们自己去试就可以了 -这感觉真的差太远了吧 -哇,我的collect一定哭的 -我的同事一定哭的 -因为他的姐姐上个月才刚刚买了这个Siri F1 -我叫他等Siri F1,他不要等 -结果如果他看到这辆车的整体表现之后 -他一定哭的 -OK,这个就是刷骨的Ivan -对这个Siri F1的出体验 -以上就是我们为这个HondaSiri F1 -带来的简短新车介绍 -大家对这款车是不是有兴趣呢 -其实展示厅已经可以看车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可以向你保证 -看了这款车 -你对它之前的一切看法都会改观 -就好像我一样 -好啦,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拜拜 -大家要记得,我是Ivan -还有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哦 -观点